為了自己的興趣,在這方面不會計價付出 希望我們提供一個半職業的模式去訓練給他們的機會 以升班為我們的最終目標 希望可以挑戰到上港甲,然後坐穩港甲的位置 中文字幕提供 你又說我過不了,看著來吧 想過我?沒那麼容易 現在讀大專的嚴啟華 是香港五人足球代表隊的骨幹成員 又是深水埗踢聯賽 要在學業和訓練之間找平衡 他認為關鍵在於堅持和信念 一直以來踢球和學業都是在一起的 我沒有分開他們 我沒有說不理學業、不理踢球 隨便專注一邊沒有 我兩邊都是抱著一個不可以放棄的心態 至於分配方面 我覺得其實都是在講時間上 自己去怎樣分配 日後下午回來之後 晚上的時間就會奉獻去踢球 可能翌日會踢球踢到10時11時 12時多才回家 但翌日可能會很累 但為了自己的興趣 在這方面不會計較付出 嚴啟華代表深水埗 參加今屆全港運動會的五人足球賽事 球隊最後在決賽 引刑得到亞軍 雖然輸了金牌 但贏得經驗 對他們這一群新秀來說 絕對得到一個很大的看法 今屆裡面的球員 全都是以青少年做主打 可能大家的歲數都是十九二十頭 跟上屆很不同 上屆有些可能很好經驗 二十尾三十都有 但今次我們主打是青少年 在經驗上面會欠缺一些火候 可能在處理一些教育球 死球上面沒有一些很好的戰術去做 或者自己發揮得不好的時候 在情緒各方面都比一些有經驗的人 會控制得差 因為始終是年輕需要多些的經驗 對比平日慣常見的十一人足球 五人足球對速度 甚至戰術的要求更加高 比賽當中突如其來的變化 無論在進攻還是防守的時候 嚴啟華都覺得 這個戰場給了他更大的挑戰 五人那種踢法 會先幫助十一人 因為五人的玩法太多 可以玩花式 可以玩很多戰術 層出不窮 只是一個角球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戰術 可以演變很多不同的射門 攻門 那你十一人很大的場 你可以走來走去 但是五人規限著你 可能只有十個人在那個場地走 很密 節奏很快 所以節奏快得來 要迫你做決定要很快 所以在五人來說 會練到你最大的幫助是你的腦 深水埗目前處於香港粵組聯賽 雖然和定級的職業聯賽比較 水平上仍然有距離 陳少豪教練就希望 這支深水埗足球隊 能夠為一種熱血的年輕足球員 提供一個平台給他們發揮 其實祝總的青年聯賽到18歲就完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平台 給這些18歲以上 他們有能力踢 但其實他們可能讀到輸的球員 所以就希望我們提供一個半職業的模式 去訓練給他們的機會 現在 要新秀進步 陳少豪認為要解決場地問題 同時提供機會給一班年輕人 和職業球員切磋 才會提升到競爭力 我相信在區隊來說其實算好的 因為每個星期有兩課的訓練 禮拜日比賽 希望透過那兩課訓練 因為他們這些年紀大部份都讀到輸的 有學大專 甚至可能在做一些兼職的模式 但也有個夢希望他們繼續踢上去 所以就說 我們希望招攬這些球員去做這件事 人要有夢想 沒有夢想就只會原地踏步 陳少豪和嚴啟華 他們對夢想這兩個字 都有各自追尋的方法 其實在香港最尷尬的是 你很難去遊說家長或者球員 去做一個職業球員 因為他們看不到一個好的前景 可能他們看不到一個穩定的收入 或者固定的收入 但是他們很想做這件事 我希望我們深水埗區 就希望做這件事 就是你試一試 半職業在這訓練 繼續讀書 變成了兩件事並行 接下來我們希望深水埗區隊 會著重在培訓清晰球員之外 也將目標丟到升班 以升班為我們的最終目標 希望可以挑戰到上港甲 然後坐穩港甲的位置 硬件香港足球有稱雲不折的問題 但區隊教練都願意提供一個平台 給一群年輕入圍的足球員 相信他們任何障礙都會衝得破 我們先看看 ヽ ノ